這,是一台紅石電腦 在這一部影片裡 我們會從猴自動難聽到的小故事 包裝圖一起開發記憶體 然後一起理解各個硬體是如何協作的 接著開發最底層的程式語言 到最後一起製作出一台跟現實原理 陰謀謀一樣樣的電腦 要知道如何製造出電腦 我們首先要先理解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而這其實也很簡單 你可以想像你的電腦就像是一個小精靈 你在螢幕上面做到任何操作 都會被一個神奇機器轉換為精靈語言 然後小精靈就會根據這個精靈語言去做事 但這樣講起來還是有點抽象 我們不如想像這樣一個場景吧 你今天剛下班坐在你家客廳的沙發上 然後肚子餓到一個不行 但是你又懶得動 就像是現在在半夜11點錄影的我 累到一個不行 這時候你突然想到 你家剛剛好一個轉身到異世界 在你家片石面核的廢材精靈 而且還得了阿茲海默真那種 你想 你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讓這個廢材精靈動起來 讓他來幫你做晚餐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的廚房沒有廚具 第二這個精靈有阿茲海默真 第三我們不會禁令女 其實這個精靈超笨 但這些問題看起來有點麻煩 但你真很懶得踏出你家的大門去買晚餐 因為你是資工系 可以出門摸草 我們更寧願解開千禧年數學難題 所以我們打算動手來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用阿信來解決廚具的問題 就是電腦實際上在cooking的地方 我們這裡正好有一台延伸的三角的機器 我們就來把它當作我們電腦的儲具了 這台機器要怎麼設計 我們在今天並不會介紹 因為它背後全部都是我們 頻道不受待見的數學在 我不喜歡數學 我相信你也不會太喜歡 你只需要知道電腦實際上在進行的運算 就是你太教的價錢成熟 跟幼稚人就學過的多機運算 不此之外沒有更多更複雜的東西了 總之這個機器在做的事情就是加法 我們只要在兩個單角數入一些數字 待一小段時間後它就會給出我們的計算結果 我在這裡我不得不提到一個電腦小知識 在現實世界裡電腦是基於電壓來運作的 為了方便我們只有高電壓跟低電壓兩種狀態 而電腦並不能像我們正常的數字那樣 從1數到10 因為我們只有高電壓所代表的1跟低電壓所代表的0可以運用 所以上古時代的電腦臭宅們就想到一個絕妙的方法 他們透過2的次方來代表每個單號的數值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們來表示數字 至今它們仍然深深的折磨我們資訊工程系的可憐的學生們 但這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一般來說你用手指頭來數四字的話 你只能從0數到9 但如果你用二進字的話你可以數到31 非常酷 我來帶你們數一遍 讓我來教你怎麼數二進字吧 你看 這個是0 1 2 3 4 5 6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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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1 哎唷 這樣數其實還挺累人的 有沒有是不是可以數到31 那這時候一起數甚至能數到1023喔 是不是非常的實用呢 總之我們這裡來試試看 3加12好了 3 12 有沒有它是不是成功的把15的單號吐給我們 難道太棒了 在小精靈的視角裡 我們現在就像是把它的廚具都做到位了 它已經可以開始煮菜了 但是你應該想像我們就像是有一個廚房 除了鍋子外什麼都沒有 這非常的cringe 我想一道菜的手續肯定非常多 在不同道菜之間肯定還有些中間步驟 我們需要有個地方暫存這些進行到一半的菜色 我稱它為備料區 我們現在就來把它做出來 要實現備料也就是暫存這個神奇的功能 我們先來看看紅石的一個特性 這個東西叫做中繼器 如果我們用了另外一個中繼器揉住它的腰 它就會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這樣子 如果側邊的中繼器處於未激活的狀態 那麼這個中繼器就只是中繼器 沒有任何奇怪的現象 但是一旦我們把這份的中繼器給打開來之後 奇怪的現象就發生了 我們不管怎麼樣控制我們的輸入 這個中繼器都沒有反應 它會維持我們剛剛的輸入 變得好像會記住我們輸入的機器 因為紅石的特性叫做中繼器所 我們善用這個特性 就可以讓紅石來獲得記憶 用來贊助我們想要的資訊 但因為我們要儲存的資料 可不是只有一個兩個而已 你可以看看像是你手機的那種256GB 那個GB是1000兆的意思 數字可能反大到你有點難以想像 總之我們要儲存一大堆 所以我們將一大排的中繼器 像這樣子給它排起來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中繼器陣列 但是這個中繼器陣列實在是廢到一個不行 因為你看 都算我們有一大排的中繼器 但是它們純的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樣跟一個中繼器有什麼區別 所以我們希望當我們在儲存資料時 可以透過選擇特定的位置來儲存資訊 但是這樣子 但是要怎麼辦到呢 為了達到這一點 我們會需要一個叫做減碼器的機器 這個減碼器可以接受我們剛剛說的二進制的數字 然後在特定的位置輸出我們想要的訊號 我們只需要將這個機器給裝上記憶體 就可以實現選擇特定記憶體的功能了 讓我來示範給你看 像是這樣 這裡已經做了一個完成的版本了 現在是選擇1好了 我們按下開關 你看它的數字就被存起來了 酷酷對吧 有了減碼器之後 我們再呼叫記憶體會變得更加方便 我們可以想像每個記憶體都有它獨立的編號 稱為地址 有些人會叫你把它想像成一個容器 不同數字的容器存成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我們要拿記憶體裡面的資訊 只需要呼叫記憶體的地址就好 就是這麼直覺簡單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把我們的記憶體 給結上我們的加法機吧 現在我們的電腦有兩個零組件了 如果用廚房來比喻的話 我們目前給了小精靈他的儲具 跟他的暫存具 但這完全沒有辦法達成你在客廳翹著腳 晚餐就可以自己變出來的夢想 現在更像是你的小精靈在自己玩半家家酒 哦不 他可能連半家家酒都有點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小精靈超笨 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料理 你得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叫他來做 而且你還得把一個動作組合成精靈的語言 具體來說像是這樣 假如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肉蛋吐司好了 我們會需要幾個步驟 我們會需要放吐司到盤子上 然後我們再煎個烤肉 之後再把它堆到吐司上 煎個蛋之後再把它疊到剛剛的烤肉上 最後我們再把吐司給放到剛剛的肉蛋吐司上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好一個肉蛋吐司了 很簡單對吧 我相信你只要是個人類都能理解這句話 更何況是人均頂到的早安健全觀眾 現在我們知道該怎麼說小精靈的語言了 但是我們都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小精靈的記憶力差到一個不行 雖然我們可以溝通 但是他可能順次都不用一秒就可以給你全部忘掉 為了讓他能記住菜色該怎麼做 我們會需要寫個食譜來讓他記住 但要怎麼達到這一點呢 或許我們剛剛的肉蛋吐司可以給我們一點靈感 我們可以發現肉蛋吐司的步驟 由操作和操作的目標跟最後的儲存位置所組成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結構可以將這些步驟完全封存起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了呢 這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記憶體嗎 所以我們把記憶體給複製一份過來 專門用來儲存我們的食譜資訊 也就是所謂的儲存code的地方 但是這時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還記得我們的小精靈得了阿茲海魔陣 記憶力差大個不行嗎 那你肯定會對他連做到食譜哪個步驟都記不起來 感到嗚 怎麼意外 沒錯 我們需要一個裝置來輔助他 來記掉現在做到食譜的哪個步驟 而這個裝置其實還挺奢侈的 他的做法是一個加法機搭上一個專門的記憶體 更大一台小電腦了 藉由不斷地將數字加1循環 來達到依序執行指令的效果 這也是為什麼電腦的程式會像是 由上往下一行一行接著跑的原因 因為硬體就是這樣子設計的 接著為了讓這個技術器發起來 我們需要一個裝置來循環的發送 脈衝給我們的技術器 這個裝置你一定很不陌生 那就是時鐘 大概是整部影片裡 你唯一可以自己做的東西 我用上面很多種做法啦 挑一個你喜歡的來做就好 而我這裡做的版本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是產生脈衝的機器 這個部分 我相信你只要是個人類都看得懂 這是中機器然後循環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放一個普通的時鐘 然後接著再把它接到 技術器旁邊的記憶體上面 讓它實現一句時間進行更新的效果 最後的最後 這樣我們的電腦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只缺少最後一個關機鍵 目的是為了將技術器停止 不要讓它一直無止間的數下去 這點我們只需要在剛剛的時鐘 側面接上一個關機的 呃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就是讓它停止脈衝的指令 就是一個讓它停止脈衝的 訊號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時鐘給關掉 讓它不會一直無止間的更新下去 然後為了方便展示 我把記憶體拉一條線路出來到 跟隔壁二舊媽界的螢幕上 用來展示我們的計算結果 到這裡我們就 蓋完了整部電腦了 有沒有感覺電腦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其實還挺簡單的 接下來我想要為你細化到 每個訊號實際的流動 來實際演示電腦實際上 跑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會藉由一個簡單的地毀數列來演示 看起來就會像 1 1 2 3 5 8 13 這樣下去 用Code來表示的話 看起來會像是這樣 那麼我們開始囉 再次開始 1點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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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 4點 5點 6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